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书原来是在2019年出版 而这位非常知名的宗教学者 从信仰以及从各种不同的宗教面向 来为我们解释人类宗教经验的学者Karen Armstrong 他是出生于1944年 所以到他写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75岁了 然而他一直非常的活跃 是当代具有领导地位的宗教领域意见评论家 他在90年代曾经担任罗马天主教的修女 有七年之久 然后达到牛津大学 他主修的是英国文学 离开学院之后 他成为全职的作家 以及节目的主持人 尤其特别这是他的一身执志 他要提倡宗教自由 他对宗教的兴趣非常的广泛 而且备受肯定 他曾经在美国的国会发表演说 也曾经参与过世界经济论坛 在2008年 他获办了那一年的TED年度大奖 他也曾经发起过仁爱宪章 Charter for Compassion 这宗旨是为了达成各大宗教之间的交流对话 以及促进世界和平 Karen Armstrong他的著作相当的多 而且其中有蛮多本在台湾有中文翻译出版 例如神话见识 神的历史 为神而变 大蜕变 知人如奇 圣保罗 佛陀 穆罕默德 伊斯兰等等 而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 中文书名叫做失落的圣殿 Karen Armstrong他最重要的是要提醒我们 在我们当代的生活环境里 我们对于什么叫做 Secret Text 什么是圣殿 我们越来越没有概念 但是人如果失去了和圣殿之间的连接 我们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们会从文明当中 上失了一些什么重要的洞见 或者是领悟呢 这就是Karen Armstrong他这本书的主持 这本书一开头的时候 Karen Armstrong先帮我们从最古远的人类历史去解释 什么是圣殿 他将我们带到京东文化的重要博物馆 那是乌尔姆博物馆 叫我们去看这里呢 有一座象牙小雕像 因为这是人类宗教活动最早的证据 这上面刻的是所谓 Lion Man诗人的历史已经有四万年之久 这就表示他有人类的身体 另外配上了Cave Lion血尸的头 这诗人像三十一公分高 平静而专注着凝视着他的人 这座雕像的碎片 原本被小心地收藏在南德叫做施达尔洞 他的内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天 才被发现 有趣的是智人 后风Sapian 也就是我们这样的人种 虽然会在这块区域去狩猎 长毛象 巡鹿 野牛 野马 和其他动物 但他们似乎没有住进到这个洞穴里 也许史塔尔洞和南法的 更有名的拉斯科洞一样 也是专攻群体进行仪式 让大家可以聚在这里重演神话 让神话为他们艰辛 而且经常充满惊恐的生活 赋予意义和目的 诗人像外观破旧 可能是因为敬拜者 讲述他的故事的时候 不断地拍起抚摸 他还显示了 人类当时已经能够想象 并不存在的事物 既然在所有的动物当中 只有Homo sapiens 智人 有能力去想象 并不显而易见 或者是尚未出现的事物 我们可以说 创作诗人像的人 他们就是 人类了 他们就是 Human being 诗人是想象力的产物 而根据法国哲学家 沙特 他的定义 想象力是思索不存在的事物的能力 这时候的人 活在超越经验和事实的 reality 实在当中 人类在历史上 有好长一段时间 都是如此 我们在科学 技术 艺术 或者是宗教上的重要成就 都和想象力有关 虽然从理性角度严格来看 诗人 Lion Man 也许是不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幻想 但是神经学家告诉我们 我们其实只有透过神经系统 复杂回路传来的观点 并未直接接触自己所在的世界 所以无论是科学家 或者是神秘主义者 我们认识的都只是实在的表象 而不是实在本身 我们用世界在自己眼中的模样 来决定 我们要如何和这个世界互动 而不是依照世界原本的样子来决定 如何和这个世界互动 因此有的人对世界的诠释 可能比其他人正确 这个让人或多或少感到不安的讯息透露的是 我们以为可以依赖的客观真理本身 其实就是幻觉 没错世界就在那里 它的能量和形式 也的确存在 但是我们对它的理解 只是也必然是心理投射 世界外于我们的身体 却不外于我们的mind 我们的心灵 神读会的神秘主义者 Griffiths 他说 我们就是小宇宙 呈现大宇宙全项的小宇宙 围绕我们的实在 凌驾或者是超过 我们概念上的理解之外 因此我们所认定的真理 必然与我们为自己建构的世界 密不可分 人类一学会了 能够运用工具 就透过创造艺术品 来理解生命当中的恐惧 惊奇和奥秘 艺术从一开始 就和我们所说的宗教 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而宗教本身 也是一种艺术的形式 位于法国的拉斯克洞 从公元前一万七千年 这里就是一个敬拜的长寿 里面装饰当地野生动物的神秘图像 在附近阿列日省的三兄弟地下迷宫 则有壮观的长毛像 野牛 野狼 还有摄像牛的石科 雄居在画面的是一幅 大型半人半兽的壁画 这座十千神殿 只有一条地下隧道 当前来敬拜的人 好不容易钻出洞口的时候 迎面而来 就是他定睛凝视的 射人的目光 这个混种生物和诗人一样 既超越我们的一切感官经验 又隐约诉说着 动物人类和神灵的根本合一 诗人Lion Man 为我们点出了几个讨论 圣典的重要主题 首先它代表人类从一开始 就有心培养 有别于经验感知的存在感知 并且天生就对于更高的存在状态 有的时候 我们就称之为 Sakri 称之为神圣 人必然感到兴趣 在所谓的恒场哲学看来 因为直到近代 所有的文化都有这种恒场的观点 世界是被intellect 智性所不能够达到的实在所渗透 也可以在实在当中得到解释 是致命之理 这并不令人意外 毕竟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 人的确被超越性所包围 被我们无法客观理解的实在所包围 在现代世界 虽然我们或许不像祖先那么尽于培养这种超越感 但都有内在被深深触动的时刻 在那些时刻 我们似乎暂时跳脱了日常生活的自己 流露出比平常更完整的人性 而那样的时刻 不只是折服在舞蹈 音乐 诗歌 和大自然当中 也散现于爱 性 运动 以及我们称为宗教的体验力 人的大脑并未产生神圣感的特定神区 但近十年来 神经科学家发现 右脑对于创作诗歌 音乐和宗教至关重要 右脑和形成自我意识有关 它的注意力模式比较宽广 也比较不集中 左脑相对就比较实际 也比较具有选择性 最重要的是 右脑认为自己 还坏在世界是连结的 左脑则还坏在世界保持距离 左脑虽然常于语言分析和解决问题 但会压抑无法用概念所掌握的资讯 右脑它的功能在以前虽然受到科学家的忽视 但它所产生的视野是全观的 而不是分析的 倾向留意事物和整体之间的关系 也能够感知到真实的互相连结性 因此右脑就懂得将不同的尸体 合而为一的隐喻 左脑看中的这是四面的意义 而且总是会把事物剥离脉络 以便分类运用 新的讯息会先到右脑 呈现为互相连结的整体的一部分 接着踩到左脑 由左脑来进行定义分析 来评估它的用处 左脑处理完了之后 资讯又会被送到右脑 让我们在能力范围之内 从整体脉络来进行理解 现代社会十分看重 左脑所提供的经验和客观的洞见 而这种重视 显然已经为人类带来了许多的好处 它拓展了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的疆界 不但戏剧化提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也大幅减少了人类的苦难 让身心安逝的人比往更多 于是现代教育就侧重科学研究 边缘化那些我们称为人文学科的学门 但Karen Armstrong要特别指出 这样的风气让人遗憾 因为这代表我们感冒着 我们只培养一半的心智能量的威胁 事实上这种做法 就和末世左脑提供的逻辑 分析和理性是一样的荒谬的 心理学家和圣经科学家都曾经告诉我们 人生在世如果想要发挥创意 能够稳健的生活 左右脑的活动必须统合 而Karen Armstrong就从右脑的功能 以及右脑功能之所以在当代 现在社会生活当中被忽略 同时来讨论 我们在现在如何看待宗教 尤其是看待宗教当中的神圣文字 圣典更进一步的提醒我们 这样的态度可能带来一些 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解救 这些可能被遗忘 可能被推翻的圣典 又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增添一些什么样重要的生命资产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我回来继续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大家好 我是于太燕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收听杨朝谈数 本节目以台北广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 为他播出到9点半 今天为他介绍的这是 非常博学非常广泛的 英国宗教学家Karen Armstrong 她的一本著作 刚刚由年金公司出版了中益本的新书 这本书 她的书名叫做《失落的盛典》 追寻世界宗教的诚意 这世界宗教这几个字 是中益本加上去的 原来的英文书名里面没有 不过世界宗教的确在这本书里 它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Karen Armstrong 她所要解释 她所要探讨的圣典的意义 不限于西方的宗教 尤其是不限于基督教 她对于世界的宗教 就展现了高度的热情 以及相当程度上 来自于既是知识学问 同时也是生命体验的 一种拥抱和深入的了解 上师书里面 很快我们就读到 他谈中国的圣典 他告诉我们 公元前三千年进入尾圣的时候 一个文明开始在中国发展 虽然他没有留下考古证据 但传统上说 那是夏朝统治时代 第一个有岸可及的中国政权 是商人所建立的 他们是来自伊朗北部的游列民族 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 控制淮河和现代山东之间的大平原 商建立典型的农业经济国家 以劫掠和狩猎为辅 商有许多的小城所组成 各由王室成员统治 城市规划以宇宙为范 四面城墙 依罗盘方向而建 尽管形式和印度有别 但还是能够看出 商注重宇宙和人的关系 有心依宇宙秩序 安顿人类生活 商王被尽为地 也就是至高神之词 奉他之名 治理各城的诸侯 这代表地的天且属城 天上的风云 日月星辰之神 还有地上的河川 还有山月之灵 只有商王可以和地交通 其他人无法和地接触 而地则透过神灵 以及死去的山王来掌管世事 为了要讨仙人的欢心 也为了要求他们安分 阴人也就是商人 会为祖先举办盛大的兵礼 这是代客之礼 献上大量的牲口 当作祭品 又用巧夺天空的青铜器来煮肉 接着神灵 商的祖先 还有他们在世的后世 就同享盛宴 商和大多数 前现代贵族之国家一样 也将农人 也就是民 当作下的人 农人永远不可能进城 只能够待在远离贵族的乡下地方 住的是地穴式的房屋 他们有自己的崇拜和仪式 但我们所知不多 耕地的是民 殷商权贵则恒征爆炼 以小民的收获来发展自己的文化活动 虽然古代农业国家没有不压榨农民的 但殷商对于小民的孽政仍令人恶然 往后的中国盛典 因此一再因以为鉴 中国人和亚利安人不一样 他们对属性不反感 而文资也在政治跟宗教生活里扮演重要的角色 现代意义的盛典 也就是书写下来的神圣文本 或许在中国出现得最早 商的经济依靠丰收 而丰收需要地的配合 而地却偏偏经常降下旱灾 水灾还有其他的灾火 祖先也同样不可靠 事实上 商人相信刚死去的人的灵魂会作祟 所以设计出特别的仪式 希望能够将令人烦恼的鬼魂 化为有利于己的盟友 为了事先打探地是否支持某一个计划 商人求助于北亚 通行已久的占卜术 商王或者是普官 会凿烧特别准备的硅甲 或者是牛骨 借此向神或者是向灵 问 神灵回复的可能是今日不语 或者是边境无事 但有的时候 商王也怀疑困扰他的问题 是祖先所造成的 比如说我们在甲军里 会看到这样问 问说牙齿有病有问题 那是因为我的父亲已害我的吗 这凿烧归甲之后 商王会研究上面的裂痕 寻找隐藏在其中的答案 解读列文是商王的责任 他也必须宣布 神灵的回答是急还是凶 之后五官就将商王的提问 刻在硅甲上 有的时候也会记录 神灵的预言 不过比较少记录结果 在殷墟 有大约15万片的甲骨出土 虽然他们看似不理性 但是殷人伤人 当时十分认真的 从那里面去寻找隐藏的模式 试图要透过这些潜力 来建立知识体系 帮助商王预测地的行为 由于王朝的正当性 相当依赖商王界定 和掌控实在的能力 这些甲骨 于是就像是普官和文士 所建立的档案库 希望借此让占卜可以更准 甚至能够在一定的程度左右未来 然而有一件事实 值得留意 商王预测失准的记录 留存下来很少 预测成功的例子 会用特别华丽的字体刻了下来 这代表这个档案库 也可能就是为了要树立 商王的威望而建立的 证明 他的确看为神灵和凡夫的中介 不过有的甲骨还是留下了 明笔直书的风范 例如有一次占卜说 王后怀了男孩 但他后来生下女孩 而且神明还弄错了日期 这些捕词是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 字体本身是依硅甲上 所出现的列文所写成的 在以文字传达圣言方面 这些捕词可谓是世界上 最古老的书面 圣典 象形文字用于朴次 就让它更添了神秘的色彩 而象形文字和王权的连结 就让书写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 然而商人和印度仙人 对于神圣知识的态度 大意去去 商人和神沟通的时候 不会以追求自我利益 感觉到需要回避 或者是引以为耻 他大啦啦的质问目的 也肆无忌惮地追求时效 这反映的是官僚 还有佐脑的思考方式 企业化 理性化 常规化 数学化 以及局谱化 中国之后的理性发展 就侧重整体 相信天 人 和自然互相依赖 彼此之间三合一的关系是神圣的 中国正典的主流也是如此 不过这是后来周人 到了周朝之后才发展的 有一部分也就是为了要矫正 商人的这种风格 在商人的眼中 人和神圣世界的关系 基本上是敌对的 而不是亲密和爱 的确 地有时候会满足人的祈求 赐予丰沛的雨水 但也有朴慈 明白的埋怨 地降下了旱灾 甚至地还会去帮助 伤的敌人 有朴慈哀叹说 方国来公 是地要他们 为我们带来灾祸的吗 人的确很难认为 地是关切道德的 善良力量 这上天的地 令人困惑 高深莫测 没有办法让人信赖 也没有办法 为人带来信心 商贷社会同样是优雅和野蛮的怪异和合体 伤亡死后 总是要扑虫 还有加成殉葬 人数 动辄数百 他们精致的青铜器 流入住对动物的细腻心上 但是到了狩猎的世界 却满不在乎 大开杀戒 让原本丰富的野生动物 大量消失 往后的中国会永远记得 商朝末年灾难般的崩落 大约公元前1050年 末代商王 正在淮河地区 和疑人大战 周趁机入侵 周是西方为何何谷的方国 骁勇善战 但比较质朴 周文王死后 他的儿子武王七位 击败了商 周人穿透上将木野之战 视为善恶对决 商被周给灭亡了 是因为邪不胜真 大师敌定之后 武王决定自己留在周的旧都 由他的儿子来统治 因这个区域 因商的其他城市 则受托于 末代商王之子武庚 由于武王在木野之战后 没多久就过世了 成王继位的时候 年纪还小 武庚借机反叛 但是被武王的弟弟 周公代给弥平了 商的势力从此退出中原 周公平乱了之后 担任摄政 辅佐幼王 设计出一套封建制度 将商的城市 分给周的诸侯 以及盟友 来当彩翼 并且建新都于成州 就近掌控 新获得的东部领土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从商道州的变革 那这就有了 占卜方式的基本差别 那就是出现了 义 出现了八卦六四卦 这是中国六经当中 其中一项起源 州的每座城市 都有自己版本的 七草占卜 流传下来的 是国度发展的系统 数千年被称为 周义 因为他们相信 精通卦象 就能够在 相当的程度上 掌握变异的方向 周的礼观 今年累月 为每一块 提出简短 而晦涩的说明 并且将它们 归于周宫 虽然现在我们 已经几乎无法解开 这些卦词的原始意义 但他们之后 会带出 非常多复杂的屏注 将宇宙秩序 解释成为 各种互持互补力量 所构成的整体 这些屏注 就被当成 叫做 义 将近到了 远处 这这本书 就是义经 所以 Karen Armstrong 他是真的 深入到了 中国的历史 跟文化当中 他要把 中国的义经 他所产生的 The Sacred Text 也就是 神圣的文本 让我们 能够体会 能够理解 到当代 现在 这样的文本 我们可以如何看待 我们可以如何 拿来 丰富 我们自己的 生命经验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